我們的信箱影片最近收到很多粉絲 他們的標題都寫 求求你們罵罵我 可是你看現在的年輕壓力有多大 嘿 訂閱了嗎?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縱口一開房間 今天的問題在哪邊? 在電腦裡面 第一瓶是什麼? 今天這一集的話 其實是我們的信箱影片最近收到很多粉絲 他們的標題都寫 求求你們罵罵我 你們大了多犯賤喔 我懂耶 因為像之前那個木曜室的時候 然後陳百祥說他走在路上真的有人求他 他說你可不可以用扇子打我 真的假的 對啊 可是你看現在的年輕壓力有多大 第一個的話是新北30歲的小M 他說他跟男友遠距離交往4年了 然後當初是因為想買房子 然後男友就固定去大陸工作想要賺更多錢 然後 兩人關係都非常好 但是最近的時候他才發現 原來可以用交友軟體 所以他在上面也開始使用 然後他說他上面有男友只是想要找聊天跟講話的人 然後最近的話就有一個小他7歲的弟弟 不錯 然後他想說 我就跟他認識以後想要介紹給他的朋友認識 結果後來約出來見面的時候 沒想到他把那個弟弟給吃掉了 哇 對啊 他就說他男朋友在大陸工作 在大陸工作 對 然後他自己在台灣 他本來要把這個男的介紹給他的姐妹們 結果沒想到他就把那個人當完吃掉 然後結果這個年紀的人不知道 就是就問他說 我們現在這樣是代表我們交往了吧 然後他當時 男生或女生喔 對 他那個被吃了手 被煩過了 對 那個小弟弟就問他說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在一起了 因為你那時候說你有男友 那我們現在是變 我是你男友了嗎 然後他就想說 完蛋要怎麼辦 結果今年就在剛吃完 吃了三個月以後 男友就告訴他 吃了三個月 Yes 男友 你說持續吃三個月嗎 Yes 男友今年告訴他說要回國一起同居 明年想要跟他一起結婚 感謝他這四年的陪伴 這個潔骨眼 請你們 罵 醒 我 太誇張了 好羨慕喔 好羨慕耶 我們超值得罵的 因為你們來是我們就會罵你們 對啊 都會罵你啊 結果沒辦事 好羨慕喔 教教我 教教我 還改人的耶 好不合理 好像很旺耶 對啊 怎麼可以 別誇誇情 我們就打起你的願望 怎麼樣 真的是羨慕啊 笑死了 可以試到小青 所以我覺得他魅力無窮 而且人家還跟他求婚耶 對 這樣有兩個可以挑 求婚 一個求婚一個求婚交 不是他幾歲啊 30歲 所以他吃了一個20 23的 23的 23歲的 啊 失利2.0 哈哈哈哈 羨慕喔 哈哈 很蠻羨慕的 對啊 他在進入正體 要罵他一下 不要啊 我被打成他的願望啊 哈哈哈 這樣我才會再回信啊 哦 不會這樣 搞不好他也很享受 我們這種 就是你知道 他現在在坐立男孩 他現在好像 信裡面的確是 因為他 他就是說 他就是忍不住肉欲這件事 希望我們可以罵醒他 不是這個 這個怎麼會罵得醒呢 因為 沒有 你自己的鮑魚 只有自己可以控制他的開眼關 對啊 這這個怎麼 怎麼可能我們三兩句 你的鮑魚就關門大吉了 哈哈哈 你鮑魚已經開了 它現在是個活鮑魚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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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都很高 哈哈 什麼概念 不是因為你關了那麼久了 突然被打開 對啊 而且那個客人一定就是 它就是自動門的概念嘛 像開天眼這樣啊 一開天眼就關 所以你要找老師 要不要收起來 對啊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控制你的鮑魚開關啊 太難了 這樣子你以後 因為我不知道你跟你男朋友之間的性生物 但是你這樣以後跟你男朋友打抱的時候 你可能 都會一直回想到那個小鮮肉 但如果 我家也不一定啦 如果你有一直回想到小鮮肉 那你就分吧 對 就是如果你男友的那個未來 無法支撐你的鮑魚 那我覺得你就分 他男朋友應該也沒有不是差的 我覺得 因為他裡面沒有提拔 因為遠距離的關係 只是遠距離 他說遠距離的話 是一年相距四五次一次五到七天 那我覺得倒不如就都不要提起這件事 把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隱藏 因為雖然男友也在那邊吃鮑魚啊 對啊 可是不能讓小鮮肉 合理化自己的這個行為啊 蛤 不能這樣想 然後就可以合理化自己 對 你這樣講也是 對 因為他就是見鮑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罵到 他現在就活力滿滿耶 他很開心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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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一陣子也許就會發現你們也許沒那麼適 躲什麼陣子他都要回來了 對啊男友已經要回來了 你自己良心你如果過著去你就解吧 拜託多少人婚後都偷吃了 哪有差這個良心啊 對啊 就是他們就是沒有良心的就是沒有啊 哪有差偷好癢 你感覺沒良心的鮑魚 你就不好意思 我想說偷好癢 好可怕喔 到底怎麼癢 這個口味啊 你回來看你老公可不可以滿足得了你啦 對啊就只能這樣啦 不是我們罵你就可以醒了 那就祝你的心病囉 哈哈哈哈 他是要這什麼 他現在就是你都很滿足了 下一題 下一題的話是新北的小肥 他說他跟男友感情非常好 也亂及婚嫁 對於他的過去我真的一直心有芥蒂 男友過去的話就是曾經有劈腿跟約炮的這個歷史 但他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只是因為我的第一次是給他 所以我非常建議這個事情 讓我很糾結 請問大家可不可以給我一點建議 還是是因為我不知足而罵醒我 So what 誰沒有過去啊 對啊 人都有過去啊 對啊 雖然劈腿是不好的行為 但他不是在你們的關係裡面劈腿 對啊 他就年輕的時候不懂事吧 現在結婚的人也是以前都約過炮吧 是嗎 你是隱蔽誰定嗎 你是誰 你是誰 這不說出人名 我說很多都是這樣子的啊 沒有人無完人啊 他本來就 這個要把他成... 我真的要不要講得到耶 人無完人 沒有我跟你講 必須說 就是有前面這些喋喋裝裝的經驗 才能成就現在完美的他 對啊 因為你看他現在就決定他不劈腿 那表示是不是他真的長大了 欸我必須慶幸 你的老公是玩過的人 對 真的耶 因為我很怕那種完全沒受到瑕疵損害 然後結完婚遇到一個可能新的對象 這才是恐怖的 對 他不知道他能走到哪裡去 因為他如果碰到一點污染 突然... 真的回不來 因為他們不懂誘惑的形態 對 對 他們不懂 他既然玩過了 而且你不覺得他人很老實嗎 他沒有假裝他是聖人耶 他也跟他講 對啊 對啊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很加分耶 你這個 未婚夫很加分耶 而且這樣 他已經玩過會劈腿跟約炮 但是他一直在他身邊 不就代表他更有吸引力嗎 對啊 那這樣不是代表更棒嗎 你看一個玩過的男人 跟一個完全沒玩過的 我覺得是 我一定要跟玩過的男人就好 我一定要跟玩過的 第一技術好 第二就是 那個 就是玩過外 就是那個誘惑力 可能可以接受到更 就是譬如說 就是沒有玩過的人 他這樣子就被誘惑 但是那些玩過的人 他們誘惑到這麼高 對 可能五個裸女 可能還不能誘惑他 可能五個裸女 他就還沒辦法踢球 你知道是不是 而且玩過的人還想要跟你結婚 那是不是 他真的 對 不然玩過的人會想要結婚嗎 那句話叫什麼 成為昌海 南為水 是這句話嗎 除雀屋山不是雲 天啊 怎麼這麼對 是這句嗎 這句話可以通到這個狀態 這樣嗎 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他看進所有昌昌事情的時候 他現在回覆到 昌海一聲笑 昌海笑 偷偷兩眼照 蛤沙 怎麼辦國王好差喔 曾經昌海南為水喔 應該是嗎 是因為他們這麼說 對 曾經昌海南為水 對 就他已經看過那些昌海昌田的人 所以他現在知道了嗎 我覺得這樣是好的耶 難不成你要 我整個人就是被你們搞多扭曲你知道嗎 又是我們 我們才是三關最正的人 搞到我三關 就之前有人在追我說 然後因為他就 什麼時候 就最近對之前 他最近很熱門 難怪你每天都全裝 對我今天看到他 我一直講說你化化妝 沒有今天跟你們混在一起好不好 我今天又沒有要去哪種 總而言之然後 因為就是你之前那些什麼遜答 什麼那些阿里布達的事情 然後 就是跟什麼學弟遜答 那一集 然後還有就是一堆 什麼來信說 我其實是gay 但是我娶老婆了 所以呢 我在跟這個人當朋友的時候呢 他就 就真的聊天聊到說 他有3P還4P的經驗 我說那都是跟女生嗎 他說 對啊 然後他說怎麼辦 我覺得跟你這樣講好像很不好 我說沒有 我覺得大家分 哈哈哈哈 好扭曲 你這樣子都很 我說太棒了 你很直對不對 他說對啊 我說因為我很怕你回答 我說你3P裡面還有就是 就是同一個性別的 然後我說都是女的 他說喔對 我說太棒了 Great 你覺得已經標準低囉 三半鳥去灌在我們三上 對啊 我是因為你們啊 我懂他覺得更安全 對我覺得很安全 我覺得他很直 你懂嗎 我覺得他很直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很安全 你以後擔心也只需要擔心一個性別的人 不需要擔心兩邊是不是 對因為我 我跟你講真的是寧可回去看到他跟女生訊 也不要他看到那些男生啊 有什麼關係 他會覺得很不安全 沒有 你要扭曲就是要接受這件事情 才叫扭曲 你說我接受他跟學弟訊打 對 那是他們觀眾不是我 沒有這 這才叫你三觀 你現在三觀很正啊 我現在三觀很正 你說他就是3P 然後我覺得大 那3P真的還好耶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我是認真的覺得 因為這就是一個 那個 experience 怎麼拚 EX BIE 沒錯 是B BIE啊 是BR 隨便啊 不是我覺得有這些經驗都是好 我覺得是好的 只要他現在 對你專一就好 我覺得他經過這些事情 會更懂自己想要心 你看代表他體力很好 對啊 那種一聽完 可以幹你兩次 可以更多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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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下一個話是台中的老爺子 他說 他前女友失業後 開始有一點點的憂鬱的傾向 然後只要 只要不順他的意義的話 他就會開始用言語威脅我 我有陪他一起去看醫生 但一直沒有好轉 甚至惡化 這三年來的我的正向跟樂觀 已經被他消耗殆盡 最近開始萌生想要跟他提分手 想要喘一口氣 這樣我是不是很過分麻煩你們 罵罵我 沒有他失業三年喔 女友失業三年 但我有朋友就是這樣的例子 我身邊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就是 他現在也是帶夜中 然後他就是有一點 我那天在跟他聊天我才發現 他就說他會對男朋友 就是平常他會有時候會很憂鬱 會想要 這個有點類似自殺的念頭 他會去跟他男友 大方的講 然後他覺得他男友應該要把他 吸收進去 對對對 可是你知道這個憂鬱的傾向有時候會 對 對 然後他男朋友後來都會 希望他獨立一點 因為他會把他內命 全部依賴在他男友身上 就是把這個人拖垮 就一起拖垮 但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說他找到一個 超級強大的男人 可以承受他的這一切 他在找這個 對 沒有我就要找那種超白目的男生 就是會說 可是他就不喜歡啦 因為他有一個懂了他 可是又可以超級強大的人 然後他就是古老中 他就要跟心理醫師交往 對啊 跟先生交往啊 失業三年會不會太 久了 因為可能他的狀況 也應徵不到工作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 可能已經被消磨 他有意識到自己被消磨完 那差不多了 我覺得這三年 你已經很負責了 也夠了 對 你已經很負責 你沒有什麼值得我們罵的耶 但他說女友是不是會威脅他 對 女友是不是會威脅他 如果他現在提分手 可能也是不太好 我覺得他不是那種說 啊我們分手吧 可能就是要長期陪伴啊 然後 沒有要再陪了 我就是鼓勵他分手 三年也是聖人了耶 我覺得悄悄的離開吧 然後請 就他聲望的朋友去跟他說 我覺得啦 因為感覺當面提應該也是大爆炸 一番 我講了我朋友的例子 因為我朋友也是有憂鬱症傾向 然後 應該說我的朋友的男朋友是有憂鬱症傾向 但是我朋友 我已經意識到我朋友已經同樣的案例是 漸漸被這個男生拖垮 就是他原本很開朗 可是現在變得也是 默默的也去偷看一些醫生 就是憂鬱症醫生 然後我也覺得 希望他分手 我一直跟他講 但是他說他每次想要提分手的時候 他另外一半都會 就是拿比如說自殺 就是這種威脅他 讓他怕得不敢提分手 那就是一直這樣子 然後拖了三年 三四年 就是都不敢分手 好久喔 但是他已經從原本很開朗的女生 變成 現在必須要吃憂鬱症的藥 但旁人其實救不到 就是我們跟他講其實也救不到他 他必須要自己 他們聽得進去 可是他們身陷回去那個狀態 是有點無能為力的感覺 就是跟他講說你真的要分手 但是他一回去到伴侶的旁邊 他又是無能為力 又是說我不知道該什麼 被綁架吧 他也想要救他 所以才待在他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就是 應該說其實在 他可能要提分手之前 可能他們的相處都還是 有維持可能恩愛啊 或是怎麼樣 只是他情緒波動會很大 就有好有壞 十好十壞 十好十壞 但他壞的頻率是越來越高這樣 後來是 我們後來是兩三個朋友強迫他分開 你們怎麼可以怎麼強迫 我們就是先幫他找到一個房子 因為他們那時候同居 我們先幫那個女生 先租到一個房子 然後把那個女生偷偷就是 移送過去 我說就是這樣 你就是先忍著 要學的分開 不然我覺得 你已經把你本來自己的個性都變了 你也不開心 我看了也覺得很難過 所以 就漸漸就是用這個方式分開 然後我們再請 就跟那個男生說 我覺得你們先分開一陣子 因為我覺得你們兩個都 狀況都越來越不好 對 你也希望他快樂吧 就是 那就是先分開 但 先不要說分手這麼激烈的言辭 先休息 先說先分開一陣子 那等大家都好一點再來 觀察一下 看這個事情 對我覺得 當時是這樣 但後來有正確的分手 後來有 那老爺子可能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 可以可以 要找到好的朋友去做 先隔離一下 我覺得你先讓自己喘息一下 就是找回你當初快樂的自己 也許你想再回去也可以 對 等對方起來的時候就可以了 那今天來信人只有 第一個是真的欠罵的 其他都 其他都很不值得罵 很大道理啊 都不值得我們罵 你們對於罵定義 是不是很扭曲啊 對啊 你們很扭曲 想害我們被罵 他們想害我們被罵 對啊 很扭曲 你們來信人問題 我們都很認真回答 對啊 我們罵 可不可以來一點 真的欠我罵的問題 我們就真的會想 來來你要怎麼罵 來人有我罵 你會恭喜他 超命百歲 對啊 我們就這麼難做摸摸 下次見 拜拜